中国预警雷达发现目标 伊朗导弹在叙利亚击落以色列的F-35隐身战机 这有可能发生吗 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 以色列不但对袈裟展开了地面进攻 还没有忘记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实施轰炸 就在这两天 国内互联网上传播了一则非常震撼的消息 伊朗军队在叙利亚领土上成功地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战机 而且最后确认该战机是F-35隐身战斗机 再后来这个版本又变成了叙利亚 使用从中国采购的远程预警雷达发现了F-35 其后由伊朗的防空导弹已遇落 由于这则消息持续传播 配图不但有一架飞行器从空中坠落 还有地面的飞机残骸 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西方媒体不愿意报道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的雷达预警和引导伊朗导弹 在叙利亚击落F-35有可能吗 可以说这样的传言不可信 这些消息本身就存在着许多的漏洞 首先网上所传播的最早稿件上的配图 是2020年之前就出现的民航客机的残骸 其部件的个头非常大 根本不是战斗机的一部分 第二 有关F-35在叙利亚被击落的消息 在国外没有任何报道 如果以色列的F-35隐身探机被击落 就算是西方媒体不报道 那么叙利亚 伊朗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媒体 应该有所报道 但是呢 也没有 其实 判断一则消息 是不是谣言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看 有没有正规媒体的报道 包括西方媒体 以及其他国家的媒体 如果只存在于一些自媒体的消息 那么就基本上可以认定 该消息是假的 第三 从技术的角度看 不存在中国生产的雷达 发现了F-35 然后呢 引导伊朗导弹击落目标 这样的实行 叙利亚防空部队配备的GY-27雷达 是一种反隐身的警戒雷达 的确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 发现F-35 问题是GY-27是米波雷达 其探测精度 不具备引导防空导弹 攻击目标的能力 更不可能去引导伊朗的防空导弹 要注意 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民间武装 根本就不可能配备 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一些便携式防空导弹 倒是可以捕捉 在低空飞行的 某些飞行器的红外信号 如果F-35隐身战机 飞行高度在三四千米的话 那么便携式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根本就够不着它 以色列空军出动弹头机 打击叙利亚的目标 几乎不可能采用低空突防的方式 也就不可能给民兵武装击落敌机 以机会 这也是诚实 说完了 那叙利亚不可能利用伊朗的防空导弹击落F-35的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谈一谈防空导弹 要打下隐身飞机 到底有多难 首先必须要具备 对F-35这样的隐身目标的远距离预警探测能力 那么这叫伊伊托反隐式雷达 目前比较靠谱的是米波雷达和分米波雷达 他们在发现目标的大概方位之后 会通知黎米波雷达对其实施连续跟踪 以获得比较精确的F-35的飞行数据 最后呢 发射中远程防空导弹对其实施拦截 这个时候呢 F-35作为一款拥有完善电子接抗系统的战斗机 也不会等着地空导弹来打它 该机的雷达告警装置 一定会发现自身被敌方的雷达持续造射 因此会启用自卫电子对抗措施 包括洒布薄条和进行定向电磁干扰 这就需要地面的防空部队 进一步对F-35的干扰措施实施反制 而要想实现对F-35的高效打击 地空导弹的导引头最好是有缘相对雷达 或者是红外制导 因为这两种制导手段的抗干扰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强 如果是红外制导的防空导弹 那么F-35只能从防空导弹的尾焰来判断危险接近 然后抛洒红外干扰弹 或者是拖曳式红外诱饵 具备红外成像制导的防空导弹和空空导弹 才是最有把握击落F-35的武器系统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中国新型号的米波雷达 才具备引导防空导弹 拦截200公里外隐身目标的能力 但是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叙利亚 因为他们没有配备中国最先进的反隐式雷达 中条言F-35是以色列在中东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作战平台 而乙军又是一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空中作战力量 几乎不可能给周边国家轻易击落它的机会 我们常说F-35拉垮 说的是这种飞机的种种弊端 并不等于它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被伊朗的地空导弹击落 这个现实很残酷 而目前世界上能够对付F-35隐身战机的国家并不多 而中国是其中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